大家好 我们今天晚上学习真实的基督教 第四章第二部分 圣经从始至终 以及每个部分都有属灵的含义 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以下的例子 看到这一点 约翰在启示录中说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穿着占了血的或者就建了酒浆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侠管 侠管的原文是牧 牧养的意思 他们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扎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启示录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鱼马和骑马者的肉 以及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 除了从圣经的属灵含义上理解 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些词的含义 除非我们研究对应关系 否则我们无法看到属灵的含义 所有这些词语都是对应的 没有一个词语是毫无意义的 对应的研究告诉了 我们白马的含义 坐在上面那一位 眼睛如火焰 头戴着冠冕 身着血染的 或者燃满酒浆的衣服 从天而降 身穿白麻布的天君 站在太阳下的天使 汇聚在盛大的宴席上 他们阎使国王和将军们 以及众人的血肉 关于每个细节的属灵含义 可以参见揭秘启示录 820到838节中的解释 也可见小座白马 在那里我已经阐述了在经文中主的角色 由于已经做过描述 在此不再细数 他那火焰般的眼睛意味着 圣志来自于他的圣爱 他头上的冠冕和除他之外 无人知晓的名字 意味着圣经的真理来自于他 以及除了主和他所启示的人之外 没有人看到圣经在其属灵含义上的本质 血染的衣服 是指圣经在尘世上的意义 也就是被呈现暴力的字面意义 显然这里说的是圣经 因为说他的名字是上帝的圣经 同样明显的是这段话指的是主 因为这里说坐在白马上的那一位 名字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就像启示录17章14节所说 高阳必胜过他们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当教会走到尽头时 圣经的属灵方面 有必要被揭示出来 这就是所说的 骑白马那位的内在含义 这也是一位天使站在太阳下 向所有人发出邀请 来吃国王和将军们等人的肉的含义 吃这些东西 意味着我们将来自主的一切良善 纳入自己 不好意思打搅一下 这个跳到又跳到第一页去了 是吗 我这是第十页 你现在屏幕上 又跳到第一页去了 你已经读到第九第十页 当教会走到尽头的时候 你这个screening又跳到第一页去了 还是那样吗 别人看到第几页 都是在第一页呢 那我从来 你就已经到 已经到了当教会走到尽头这个地方 对 这可怪了 是 现在你们看到第十页了没有 现在第七页 啊 这还给怪了 这一下 这还给怪了 现在 现在第几页 第十页吗 对 现在是第十页 好好好 这一页我刚才已经念了 我再念一下 当教会走到尽头时 圣经的属灵方面 有必要被揭示出来 这就是所说的 骑白马那位的内在含义 这也是一位天使 站在太阳下 向所有人发出邀请 来吃国王和将军们等人的肉的含义 吃这些东西意味着我们将来自主的一切良善 纳入自己 如果没有灵意在其内 就像身体没有灵魂的话 那么这段话中所有的表达都是毫无意义的字句 没有生命或灵性的字句 正是这属灵的含义 使圣经的每一个字 都有上帝的启示和圣洁 教会之人说 圣经是圣洁的 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然而从字面意思本身来看 圣经的神性并不明显 因此一旦人们开始怀疑其圣洁 之后当他们阅读圣经时 就会发现更多东西 从而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疑惑 他们会对自己说 这就是圣洁吗 这就是神性吗 像这样的想法会灌入许多人的心里 而且越来越强烈 以至于会孕育成这样的危险 圣经可能被当作毫无价值的文书 而被拒绝 主与这些人的沟通或许会终止 而主选择现在揭示圣经的属灵意义 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样人们就会知道 圣经中的神性在哪里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在圣经的一个章节中提及埃及 在另一个章节中提及亚述 约纳书一章一到三节 在其他经文中提到以东 像创世纪三十六章九节 摩亚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六节 亚门的子孙 以诗诗记十一章 菲利士人诗诗记十四章 推罗以西结书二十六章 和西顿 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 以及哥哥 以西结书三十八章 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 意识到这些地名和人民 意味着天堂和教会的各个方面 他们就会被误导 认为圣经对人民和国家多有论述 而对天堂和教会却先有论述 就会认为圣经多于论述世俗 却少于论述天堂 然而当人们知道了 这些地名和人民意味着什么时 他们就能从错误回到真理中来 同样人们看到圣经常常提到 花园、树林和森林 以及橄榄树、葡萄树、雪松 羊树、橡树等树木 也常常提及高羊、绵羊、山羊、牛犊和牛 也提及山、丘陵和山谷 以及泉水河流、水和其他类似的东西 那些对圣经的树林含义一无所知的人 不得不相信 这里指的就是这些实际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花园、树林和森林 意味着智慧、智识和知识 橄榄树、葡萄树、雪松、羊树和橡树 意味着天堂、灵性、理性、尘世 以及教会中良善和真理的感官形态 羔羊、绵羊、山羊、小牛和牛 意味着纯真、仁爱和尘世感情 山岳、丘陵和谷地 意味着教会中较高、较低和最低的层面 埃及意味着专研学问 亚树指我们的理性能力 以东指我们的世俗层面 摩押意味着对良善的玷污 亚门的子孙意味着玷污真理 菲利士人意味着缺乏人爱的信仰 推罗和西顿意味着我们对良善和真理的概念 哥哥意味着缺乏深层意义的外表崇拜 一般来说 亚哥在圣经中指的是教会的属世方面 以色列指的是教会的属灵方面 属灵层面 犹大指的是教会的属天层面 当我们知道这一切时 就能够认识圣经谈论的 只是属天的话题 其中的属世细节只是外表 而属天事物才是其内涵 让我们从圣经中 以色列亚书中 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 当那日 必有从埃及通亚树去的大道 亚树人要进入埃及 埃及人也进入亚树 埃及人要与亚树一同敬拜耶和华 见以色亚书十九章二十三节 当那日 以色列必于埃及亚树三国一律 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 我的子民埃及 我手上创造的亚树 我的产业以色列都有福了 以色亚书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在灵性方面 这些话的意思是 当主到来之时 钻研学问 理性和灵性将成为一体 届时钻研学问将服务理性 而两者都将为灵性服务 正如我所说 埃及意味着钻研学问 亚树意味着理性 而以色列意味着灵性 两次提及的那日 意味着主的第一次降临 和第二次降临 好 这一部分的内容就这些 好 谢谢广宾兄 下面是 伊恩牧师的点评 题目 神的经文 主的圣言 一 导言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在上礼拜的学习讨论中 提到了对圣经的批评 尤其是在西方 还有对圣经的排斥 以及人们对圣经嘲笑也好 取笑也好的情形 上礼拜的早些时候 我与广宾 马林和兄 交换了电子邮件 并向他们提到了 我一直在进一步探讨 对圣经的批评和拒绝 这一个主题 我告诉大家 我发现了一个网页 提为基督徒喜欢忽略的101条 最疯狂的圣经经文 在我看来 许多人在开始的 以开放的心态 阅读圣经之前 就对圣经已经持否定态度了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听到了 关于圣经的说法 认为圣经在涉及社会问题 比如同性恋的关系的时候 完全不合十一 也可能是因为 对他们来说 许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比如上帝在六天之内 创造世界 分开红海 耶稣把水变成酒等等 但也有一些人 对圣经持有积极的态度 他们阅读圣经 但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1975年 我和妻子和孩子们搬到了悉尼 在那儿当牧师 会众当中有一位可爱的女士 对我说 她已经停止阅读旧约了 因为她没有办法理解 旧约当中描述的许多战斗 和流血这些事件 而且这位女士 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直到去年的年初 我还经常去看望一位九十九岁的老太太 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她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把圣经读完 她住在一家养老院里面 直到她去世 进入灵界 这位老人家也告诉我 她是如何与圣经的某些部分 有着激烈的挣扎 不仅仅是旧约了 有些人还在纠结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让我们回忆一下 耶稣所教导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犯罪 我们要把它挖出来 如果我们的右手使我们犯罪 我们要把它砍下来 这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九节 如果我们不恨最亲近的人 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 兄弟和姐妹 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 我们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 如果我们有像一粒芥菜籽的信心 就能移山 这是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二十节 如果我们相信并接受洗礼 我们将拿起蛇 如果我们喝下任何致命的东西 也不会伤害我们 这是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 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不合理 也不可能 是不是呢 那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为什么主会这样说这样的话呢 二 启示录 圣经当中最难阅读和理解的书之一 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 也就是启示录 大多数的基督徒对启示录茫然无措 基督教的牧师也很少根据启示录来讲到 正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在今天晚上 广兵给我们读的学习材料当中 斯维登堡强调了每一个人在试图理解启示录当中 描述的众多异象当中的一个异象时候 所遇到的困难 这就是第十九章当中骑着白马的人 那是主的意象 在第十七和第十八节当中 我们被邀请为大宴席聚集 可以吃军王的肉 统领的肉和众人的肉 不论是自由的奴仆的 大小人民的肉 这真的 是我们被邀请做的事情吗 不 这不可能是 这个吃国王等等的肉的这个邀请 不能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呀 三 主的门徒和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并不是按字面的意思理解的 在满太福音的第十三当中 我们被告知 耶稣出了门 坐在海边 坐在那里 耶稣讲了一系列的 也就是七个预言 其中第一个是最著名的 这就是撒种的比喻 耶稣用比喻 对会众说了许多话 说 看哪 有一个撒种的 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边的 飞鸟来 吃尽了 有落在 土浅 石头地上的 土既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一出来一烤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 经济里的 经济 涨起来 把他们 窒息了 又有落在 豪土里的 就结出 果子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主的门徒 甚至在 他们 听主 说话的时候 就肯定的知道 这个比喻里头 有一个隐藏着的 或者更深的 含义 因此呢 门徒们来到 主的身边 要求解释 主的意思 而这正是 耶稣当时 所做的 耶稣说 凡听见 天国的道 却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 洒在 他心里的 夺了去 这就是 洒在路边的 种子了 洒在 石头地上的 种子呢 就是人 听了道 立刻 欢喜领受 只因 里面 没有根 不过是 暂时的 以致 为道 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 逼迫 立刻就 跌倒了 洒在 经济里的 种子呢 就是 人 听了道 后来 有 世上的 思虑 钱财的 迷惑 把道 窒息了 不能 结果 撒在 毫土上的 种子 就是人 听了道 明白了 后来 结果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请见 第十八 至二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 表面上的故事 关于某人出去撒种的故事 是一方面 但在这个故事当中 还有另一方面 那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属灵的意义 第十二页 从字面意思本身来看 圣经的神性并不明显 换句话说 和门徒们一样 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 我们面临的挑战 是更深入的寻找 并在其中找到这种意义 关于启示录当中 第十九章 白马骑士的意义 意象 正是这种更深层次的灵性意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斯维登堡 仔细解释了 第二页 圣经从始至终 以及每个部分 都有树灵的含义 四其他的例子 在圣经第二卷出埃及记当中 上帝通过摩西呼唤 当时在埃及为奴的 古代以色列人民 告诉他们离开埃及 前往应许之地 他们从埃及 挣脱出来并不容易 再前往这块流奶与蜜之地 也就是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许多的考验 和磨难 这个故事有一个更深的 更属灵的意义 这个更深层次的精神含义 是关于上帝呼唤我们 所有的人 从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也就是在埃及当中 解脱出来 并有勇气和对上帝的信心 走向真正的属灵的天国的生命 进入应许之地 像这样的故事 并不是编造的 或者是捏造的 这是真实的故事 却都是由上帝设计的 含有上帝的启示 具有更深的灵性的意义 孩子们喜欢在旧约当中的一个故事 但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故事 简但以理书的第六章 但以理被不公正地扔进了狮子坑 然而奇迹般的狮子没有碰它 但以理对王说 我的神差遣他的使者 把狮子的嘴闭上 是他们不伤害我 因为我在他的面前是无罪的 这个故事的内在 属灵含义是当强大的 愤怒的 罪恶的思想和欲望 围绕着我们 如果我们得不到保护的话 将在灵性上摧毁我们的时候 上帝保护我们 使我们免受伤害 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耶稣的门徒在一个晚上出发 从加利利海的一边滑到另一边 但是海面变得波涛汹涌 风向他们不利 他们变得非常的惊恐 这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四十五到五十二节的故事 奇妙的事情出现了 让大家大为宽慰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来到他们的身边 耶稣上了船 风就停了 这个故事的内在 属灵含义 是关于受试探的时候 当疑惑出现的时候 也许当我们质疑我们的自我价值 或者生命是不是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主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主正看着我们所有的人 主一直在看着我们 当这些诱惑对我们来说太过沉重的时候 主就会来救我们 五 使徒保罗和上帝的圣经 有内在的属灵的含义 在加拉太书当中 使徒保罗重述了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的故事 一个是由女仆夏甲生的 另一个是由自由的妇人萨拉生的 他说这些事都是象征性的 他继续解释他所看到的象征性 或者更深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些他写道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是出于西乃山 生子为奴 乃是下甲 这下甲是指阿拉伯的西乃山 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并且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 她是我们众人的母亲 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 六 每一个字 上帝话语当中所描述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 每一个奇迹每一个意象 都有更深的属灵的意义 天使喜欢这种更深层次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就会发现圣经中的每一个字 都有更深的意义 因此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 天使会像磁铁一样被吸引到我们身边 于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天堂与尘世之间的联系 上帝的话语充满了来自上帝的生命 上帝的教导 无论是在表面上也就是字面的意义 还是在表面以下和内在也就是属灵的意义上面 都比黄金更珍贵 可见诗篇的第119篇的第72节 我非常期待与大家一起来学习 愿天堂拉近我们所有的人 当我们暂时要交给了 plats 现在非常期待 Well,well,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ah,no,a lot of understanding Thank you,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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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HAM You always read it so beauti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t's so clear now well thank you for translation great it is yes thanks thanks everybod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okay lynn hello lynn here you're hiding somewhere lynn um yeah i just want to get you to read a couple of two or three places in scripture and i what is it i wonder if you turn to psalm 23 which of course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assages in scripture i know we many months ago we were talking about it but if you read psalm 23 for us please lynn in chinese of course yeah yeah the whole the whole psalm wow okay thank you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all know in our heart in our heart that this is god speaking to us in a very beautiful way not literally not literally but spiritually yeah okay so could you read it for us please yeah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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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牧人 我必不会缺乏 它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它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了自己的名 它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山谷 也不怕遭受伤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高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悲满意 我一生的日子 必有恩会慈爱紧随着我 我也要住在伊和华殿中 直到永远 thank you Ian yes as I said Lynn we can hear God speaking to us in every part of that sound yes we don't hear him speaking to us literally we hear him speaking to us spiritually can I get you to turn to Psalm 40 for me please Lynn yeah so which from verses one to five still Psalm Psalm 40 yeah now I just want again if you just listen to it spiritually it says here he also brought me up out of a horrible pit out of the miry clay and set my feet upon a rock and established my steps I'm just asking everybody to listen to it as a spiritual message speaking to us a spiritual message about experiences that we have in our life from time to time and it's the verses one to five please please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an 下面我 您让我再读一下 那个诗篇 第四十章 从第一节 到第五节 现在说 就是说 大家听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像这个 刚才那二三章一样 大家尽量的 就是说 体会他的 这个灵意 体会我们 是不是也有 相同的经历 Sum 就是诗篇 第四十章 我曾窃窃等候 耶和华 他转向我 听了我的呼求 他把我 从荒芜的坑里 从泥沼中 拉上来 他是我的脚 站在磐石上 又是我的脚步稳定 他是我口唱新歌 赞美我们的神 许多人 看见了 就必确怕 而且要 依靠 耶和华 那依靠 耶和华 不转向 高傲和 偏向 虚晃的人 这人是有福的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 骑士 并你向我们 所 怀的意念 很多 没有人 可以和你 相比 如果我要 诉说 陈明 也多道 不能 胜数 谢谢 鑫 鑫 鑫 lord so that is a sort of a spiritual experience we all have thank you exactly thank you thank you um lynn i especially drew attention to this i what's said there about uh david's words you have delivered me from a horrible pit yeah um you know when we have a spiritual crisis and everything's seen very dark and um we seem to be just going downwards instead of yeah going forward and and into the light yeah and i'm glad exactly what you just said is exactly what you said it's david's experience which is recorded in our bibles becomes repeated in our life in a spiritual way thanks thank you um刚才就是硬和我们俩讨论就是说这一段啊和那个其实和那个二三章一样 那但是这段呢就强调的是呢就是大卫王啊他就是曾经他的在灵上啊是非常消沉的 而且是非常有这个有麻烦的哈所以他形容他自己是在这个荒污的坑里头 从泥昭中啊主把他拉上来就是说他他在那坑里就在英文里可能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臭坑啊 就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方啊非常脏的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主给他救上来以后呢 他就是说啊赞美神啊抽里长新歌而且的就是说这个啊如果就是啊啊不高啊或者啊偏向虚晃 你这个人呢就是有福了啊这个啊耶和华他的神呢就是啊会给他很多的这个啊祝福啊 这个就是这个我这种经历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由于周围环境也好 由于自身的这个这个情况也好就是你的这个灵啊或者你的这个啊 灵魂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或者是非常低落的情况下 由于主的这个和你在一起啊就是最后把你就是从这种啊状况中写出来啊 所以就是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是非常真切和贴切的这么一种经历啊 就是主和我们的关系啊非常亲密啊 thank you just one other one from the psalms please Lynn it's psalm 69 yeah again it's a psalm of david but we we just need to stop and think about it and see his experience how it is repeated in our life and this is about times when we feel overwhelmed overwhelmed so would you please read verses one to three of psalm 69 yeah thanks ian 啊下面啊就是诗篇的第69章啊一到三节啊一到三节也是这样的就是说非常啊跟刚才的那那几节非常相似的哈就是形容这个大魏王他的这个灵里的这种经历 神呀求你成就我因为大水淹没了我我身陷在淹泥中没有立足之地我找到了水深之处 我陷在淹泥中没有立足之地我陷在淹泥中没有立足而疲倦我的喉咙发干我陷在淹泥中我的神眼睛昏花 thank you ian yes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it's it's a beautiful thing because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feel we're going to be swept away by what is negative and dark you know just in the last few days Lynn i've been talking with people yet again who who get very depressed and discouraged about the news or the state of the world and it's as if they're being swept away by all of this and i step in and i say to them look i believe we should be optimists not pessimists because god is working in the human situation we don't have to be overwhelmed or despairing or discouraged uh the the god can bring us through these times and that's what this psalm 69 is saying to us those first three verses we do feel those people i'm telling you about they do feel that they're sinking in deep mire where there is no standing they feel as if they're coming to deep waters where the floods overflow them they are weary with their crying their throat is dry their eyes fail while they wait for god but as i said to you then this is something most of us experience at some time in our life and perhaps many times in our lives that we're getting swept away by despair or discouragement or whatever it is but the psalm is saying god can deliver us from these thing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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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yin thank you yin yin just讲这个前几天她遇到了一组这个人 他们就是说在讨论 现在世界上的形式啊各种各样的灾难啊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受压抑啊非常的悲观 然后这个啊印就对他们讲啊就是这个啊不管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什么经历的什么我们的主都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都会看到就从主看到希望他会就是说把我们带出这一些灾难啊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读的这个诗篇这个描述的大魏的经历 其实我们每天也都在经历 在灵上的就是所经历的这些这些这些这个啊困苦的这个时光那么会使我们呢就是能够啊离神离主更近啊 就是我们要时刻的就是从主这个身上获得力量就像这个大魏王一样 Thank you Ian The last one Lynn is from John's Gospel chapter 5 Yeah And it's the verses 1 to 8 And just by way of introducing this It's so useful to think of yourself Each of us to think of ourselves As this paralyzed man As this paralyzed man This paralyzed man And after you've read it through I'll just make a few more comments Thanks Lynn 1 to 8 chapter 5 Yeah Yeah Um 下面呢我们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啊 啊 从第一到第八节 就是 嗯 印把我们就是引进这些这个神的言语啊 实际上也是让我们自己来体会 我们会不会有啊 就是非常相似的经历呢 就是我们的灵上所经过的这些经历啊 这些事以后 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附近 在耶路撒冷啊 靠近阳门的一个水池 西伯 西伯来话叫做华士大 池旁有五个五处走廊 在那里躺着许多病人 有瞎眼的 瘸腿的 瘫痪的 因为有主的食者按时下去搅动食水 水动之后水先下去 无论得了什么病必得痊愈 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 先生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 我想去的时候 总是给别人抢仙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着你的路子 走吧 但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路子走了 那天正是安息日 我读过了 就是到这里 Thank you, Ian Now, Lynn As I sai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of us As this paralysed man And I'll give you a good exampl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spiritually paralysed People often tell themselves I can't change I can't change That's being spiritually paralysed 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It's about that mindset I can't change And hidden in this No, not so much hidden But in this wonderful story Is Jesus Telling us today In 2022 How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So that he can Make change happen for us And I'll just tell you This man was blaming others He was blaming others Secondl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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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wasn't wanting to be healed He'd been there for 38 years And Jesus said Do you want to be healed? Do you really want to be healed? And we've go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Do we want to become a reborn person? Or are we going to keep telling ourselves I can't change? And the third thing is To be healed Jesus tells him To get up And do something Himself So t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Lynn I hope they're not too many for you But The mindset is I can't change Secondly Stop blaming others And thirdly If you take action Jesus tells him to take action And when he takes action Jesus is able to help us Yeah I hope that's helpful Lynn I hope that's helpful Oh Definitely Thank you Yin 刚才Yin 就在 就是 解释 一段经文 就是说 我们大家 可能都有 相同的经历 就是这个人呢 他瘫痪了 38年 Yin 就去讲 从灵意上讲呢 就是说 是灵上的 这个瘫痪 比如说吧 什么叫 灵上的瘫痪呢 比如说 啊 人 我需要 就是说 嗯 我需要 改变我自己啊 但是呢 我的整个的 满脑子想的就是 我根本改变不了 我根本变不了 比如说 这是多年的习惯了 就是 这就是我 我根本变不了 就是我们的灵上呢 实际上已经 就是 自己给自己限定了 到这种 这个 状态下 就是说 实际上你就不想变 不是你变不了 不想变 所以呢 这个耶稣呢 就是 我们的主的 也是 今天呢 也是告诉我们 这样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 也在我们身上 所以从第一点来讲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瘫痪的人 他呢 是 先抱怨别人 他不是看他自己 想不想去 这个治愈 被治愈 他先去抱怨别人 别人都抢了他的地方 第二呢 他当时呢 他实际上就是 对这个 他被治愈啊 这个愿望 其实并不是特别强烈 如果他强烈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啊 就是说 印那个 就是说实际上 对应的啊 就是呢 第一呢 我们不能够 就是 埋怨别人 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是出现了问题以后 我们不能首先埋怨别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自己 想去 改变 这样你才能够 最后达到你 做的目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就是 投降了哈 我说我根本就改变不了 这是第二点 要 想改变 第三点呢 这个 比如说耶稣就 问了这个人 说你 你想不想 就是说 被治愈 实际上从灵异上来讲 就是说 你到底想不想 被重生 所以第三点很重要 就是你要去做 你要真正的按照那个 主讲的去做 所以刚才印就是强调了 我们灵上所经历啊 这三点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灵如果太坏了 你不要就是放弃 第一你不要去埋怨别人 第二呢 你不要想你自己 就是说 根本不可能就是 找到目前这个 比如说 条件下 根本不可能被治愈 这个不是的 你一定要有强烈的愿望 然后呢 也相信主 第三你需要 就是去行动 这这三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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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just before,I know it's come up to eight o'clock,Guang, but couldLynn just quickly ask if anybody has questions, because I'll always answer them. If they're passed on to me,I can always answer them by email. Yes,yes,I need to ask everyone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I always feel that I'm sorry for everyone. I always want to ask everyone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I can also ask them for the meeting. I think it's my duty. 我们可以跟Yin来沟通,然后他会回答我们。 Okay, that's good, great. Okay, Ling told everyone that if they have questions, they will send the questions to her, she will translate, then send to you through email.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I talk too much, I'm sorry. The time goes so quick. Okay, now I'm going to lead a prayer, then Yin, you can have a rest. Yes, I will, thank you. 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在这个奇妙的时刻,你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 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探讨你的真理。 我们听说,我们都是你创造的,是你的产品。 而你的圣经,就是这个产品的说明书。 但是,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产品的说明书。 我们心里没有底。 也可以说,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事。 多少年来我们都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里面有灵异。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灵异应该怎么理解。 现在,有你拆遣你的仆人,史维登堡。 还有你拆遣你的老仆人,我们的音牧师,给我们一点一点的解释。 让我们理解了,原来啊,这讲的是我们的灵性。 讲的是我们的灵性的重生的问题。 主啊,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真光,了解到这样的真理。 我们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幸运。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实实在在的是蒙俗的。 我们实实在在在的灵远,有了长进。 开了窍,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来接受你。 接受你的引导,接受你的启示,接受你的真光。 使我们能够尽量地克服掉我们的罪性。 一步一步地向着重生迈见。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祷告,奉你的大爱的声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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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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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这个东西,他的理议,真是不是特别容易能够理解。 昨天我儿子还跟我说,我是不是应该读圣经,是不是要从新约开始读,突然这么说。 我还觉得,我怎么去回答他,因为圣经确实不是那么好读的。 对,挺逗的。 今天的这个学习跟上一次是延续的,但是今天有一些特别奇妙的感觉。 一个是,就是让我们开始从前面一次的学习,来进一步理解。 圣经实际上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字,都是有灵意,而不是靠字面来理解。 就是前面,就是广兵讲的这个白马,这些各式各样的比喻。 那么,除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般我们读圣经,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一般都是按照字面这样读下去读下去。 然后,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实际上除非我们真正的去研究它的对应关系以后,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细节。 然后,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就是人是不可能全部知晓这个圣经当中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意义,这是肯定的。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一点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这个意识到这个对应关系是多么的重要。 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圣经确实是这样。 如果广兵可以把它打到page 18 的话, 读到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就非常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是说,以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什么这个,当然有些画橄榄树啊象征的和平,比如打个比方。 但是这个第18 页的时候讲埃及,讲的是什么? 就说,死工用这样的,其实真的很奇妙的,他把埃及变成学问, 然后就把整一个故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么细致的来解释了。 我就说,哎呀,我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有这样来想这些事情。 所以他只是从一个这一个层面上,来告诉我们一个学习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来读圣经。 这真的是很奇妙的。 以前只是觉得,啊,对应关系啊,要属灵是个含义啊。 但是这一次死工,却是从这么细节的问题上,来帮助我们解释。 那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像一个典范一样的。 那么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就不能光从字面意思本身来看。 而是要去理解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 然后背后的这些灵的含义在那个地方。 今天讲的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例子。 然后,应就帮助我们从我们每日每天的生活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对应关系。 今天印象,我就是他在读了这些,这个让林翻译的这首诗篇。 今天特别是最后一个讲。大家都很熟悉这些故事。 这个拐腿的巷子在那边呆了38年。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的这句话。 一,mindset. 二,don't blame other people. 三,take action. 哇,我这个时候就像广兵祷告的时候说的。 我们是他的产品。 那这个圣经,这个是产品的说明书。 我们以前怎么都没有从这些故事当中来理解呢。 我们没有从心底里面来理解这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每天不敢走旧的自我。 那我们就没有mindset,我们就不能重新。 因为我们每天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自己重生。 然后你如果你自己的这个目标都不明确的。 还要怪别人啊。 人家没人帮我糊到这个转动的水里去啊。 那你永远就得不到从事。 然后你,而且要从今天,从现在,从我们, 现在开始要做起要take action。 就是要行动出来。 这个行动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里面的这种善良和爱, 行动出来。 把我们读圣经,每天读圣经的时候, 要用灵和诚实和一种虔诚的心来读圣经。 然后仔细的想。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真正的能从圣经里得到启示。 就像广斌说的,得到真光。 然后就能克服我们最新一点一点的, 想重生的这个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就是从这个梯子上慢慢慢慢往下爬, 真的是不容易。 今天的这个含义非常的这个, 这个施工解释的非常非常仔细。 谢谢大家。 谢谢小姨。 当我们讲到灵异的时候, 当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一层的来, 来理解圣经的灵异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我想到的啊,我想到的是, 这个物质世界和这个灵性世界的关系。 物质世界就是一个表象。 我们,我们,比如说我现在面前有一张桌子, 我拿手摸的,摸得着了,实实在在的。 你说那个灵性世界,我们是摸不着着看不见。 那肯定是虚无缥编的东西。 但是,就像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生命的根子一样。 我们虽然有肉体,如果没有灵魂, 我们就是一个行死走肉,就是一团死肉。 我们的生命,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灵魂。 那整个这个宇宙,整个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万物,其核心就是这个灵性世界。 整个我们现在眼睛,物质世界上所看到的, 所摸到的,所能拿一切探知到的,只是它的一个对应的一种, 一种终端或者一个表象。 所以,既然灵性世界是最核心的,灵性的存在, 它通过对应显示出来这个物质的这种表象。 那么,灵必然就是最最核心的。 从这个角度来一看,我们这个圣经的这个灵性意义, 以及我们人生的,人的这种生命的本质的, 最根本的重要的意义,就在它的灵上。 而我们多少年来呢,也没有意识到, 我们也不可能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先知,这样的神所猜派的这个仆人, 给我们揭示这样的真理,我们凭自己的, 我们这种有限的这种,这种小脑袋官, 根本能,根本就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真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原来这灵性,原来这个灵性世界, 以及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那个灵性的层面, 才是最最重要,最最核心的。 谢谢。 对,谢谢广编。 原来那个学校的同事啊, 他也是基督徒。 就是说你一定要弄清楚, 你是你现在目前这个人, 然后呢,你有一个灵在你里面。 你还是那个灵。 然后呢,寄生在这个, 这个你这个人这个身体里面。 就是反正就是说,到底你是谁? 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当时也挺有意思的问的。 实际上下你说的就是, 就是以灵为中心的, 就是我们的灵不死嘛。 这个最后我们就是说, 那我们的这个, 就是奥特曼啊, 就是说这个外边的这个, 这个属世的这一部分, 也是必要的。 就是说必须要有的。 怎么理解? 你是说这个外在的这个, 这个物质的这个躯壳也是必须要有的。 怎么理解这个意思是吧? 对啊, 就是就是我们是零,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躯壳, 我们才能够。 呃, 这个我倒是有点想法。 嗯, 好的, 太好了。 其实之前我是, 考虑其他问题, 就想到这个例子, 就说你, 你把一个人呢, 想象成一棵植物, 你可以想象成一棵树。 那它的这个, 身体肉体的部分, 可能是地面上的这个。 就是物质世界。 但是地下呢, 就是一些根系, 就是零的部分。 啊, 而且像很多植物, 它的根系的话, 实际上比, 比上面树冠还要大。 而在, 在我个人认为, 我认为这个零的世界, 肯定要比真实的物质世界, 要大得多得多。 因为, 这个, 这个零呢, 就像我上次讲过, 有一些有公正的功能, 就是说人有, 有学习的能力, 有积累的过程。 这个历史也是这样。 最重要的就是, 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它没有积累的话, 那人就跟其他的, 这个, 这个, 生物没有区别。 人,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积累。 那积累的, 这个, 表现就是我们的,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灵魂的这个世界, 应该是说, 比外面的物质世界实际上就大。 呃, 或者说会举个, 不, 不, 可能不太恰论力。 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心里, 可能都有些, 东西没, 从来没给任何人说过的。 这就, 这就证明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肯定无害产力的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然后那个, 我不知道是能不能解释你的问题啊。 呃, 还有一个, 哦, 刚才提到这个, 说这个, 呃, 瘫化了38年的这个人。 呃, 其实这一段我, 我不是, 不是太清楚, 但我如果说, 我说, 从逻辑角度讲, 呃, 是, 这个人, 当然他因为瘫痪, 他没有机会到这里去。 然后当上帝问他说, 你, 你不想被治愈吗? 他就说, 哎呀, 没有人帮我吗? 这是他去, 他去抱怨。 然后呢, 这个, 后面这个转折稍微有点突兀, 我觉得如果说, 应该理解成说, 上帝应该说, 说,呃, 那你现在可以求我。 那这时候他就明白了, 其实他早不应该去召唤其他人帮忙, 把他送进去。 那他总归是, 只要他去努力的话, 说不定就有机会了。 那, 但如果他只是抱怨一生不肯的话, 没有人会帮他。 没有人知道他的需求。 所以他, 他可能就, 就这, 这时候他应该就是顿悟了, 他说, OK, 他就跟, 他去求上帝的话, 他马上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理解可能更顺畅一点。 对, 他中间的过程好像没有都写。 好, 我觉得稍微一点突兀, 我不知道是翻译还是什么, 但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 还有一个刚才这个, 这个诗篇的69章的话, 那, 耶穆斯提到的关键词是overwhelming, 就是这一段, 他应该, 我理解是说, 他是指这个, 这个David成为信徒之后的一种, 胶着的状态。 之前说, 他把他从这个Pit, 像猪圈子之后, 他把他从这里面生起来, 那是一种状态。 但是后面, 当David成为信徒之后, 这我也是在很多信徒上观察到的, 他们其实更焦虑。 就像他, 他那个耶穆斯举的那个例子, 说, 说这个有很多人, 就是看到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 俄乌战争也好, 中国的抗疫疫情封锁, 各种各样的这种很, 很负面的东西。 他们作为一个信徒来讲, 他可能更焦虑。 因为作为一个信徒, 他可能有希望, 就是向往更美好的东西, 反倒是对负面的东西更敏感。 就像那个在《诗篇69》里面, 他应该也是这样一种, 这种, 就是说他成为信徒之后, 他对这些不信的人, 做的那些行为, 那些他才overwhelming, 就是说。 他的灵上受折磨, 是吧? overwhelming是这种什么状态呢? 就像一种过激的状态, 过热的状态。 他信得很虔诚。 所以他对外面这些不信的这些行为, 这些他看上去, 他就反差更大, 他就更觉得受折磨。 他比普通人, 比不信的人可能更折磨。 你不信的人可能就, 本来就浑浑噩噩, 可能也就无所谓。 这是一个,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 你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最后一个我不确定, 我能不能讲清楚, 我就留到最后再讲。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刚才啊, 这个马林问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有, 既然灵性世界是那么重要, 那么核心, 还为什么要有这么个物质世界呢? 你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么一问吧? 对, 具体到我们每个人就是说, 我们的灵是最中心的, 为什么要这个包地呢? 为什么要这个? 对, 这个问题太核心, 太重大了。 我的理解是, 既然上帝创造的, 创造宇宙的唯一目的, 是要建立一个人, 来自人类的天使天堂。 那么, 他在创造的所有的灵魂, 因为不能保证这些灵魂, 都是perfect, 都是这个白币无瑕的, 绝对没有什么瑕疵, 没有什么毛病的。 相反的呢, 我们的灵魂常常都是有很多很多邪恶的, 尤其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需要创造一个物质世界, 让人, 以物质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走一趟。 来自己选择, 给你自由意志, 让你自由选择。 选择了以后, 你决定你胜, 最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当然很多人并不知道, 很多人并不知道, 尤其是, 在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 就觉得死了就死了, 没有灵魂, 一风吹了。 不知道这个死后还有生命, 还有将来有一个去处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着, 就是这个我的理解就是这个, 之所以要有我们的物质身体, 要有这么个在世上走一趟, 这就是上帝的目的, 就是要创造一个, 这个来自人类的天使天堂, 但是天使的天堂的天使们, 应该是有选择的, 而不是说谁都可以去。 你否则那个天使天堂里面, 最后也是一团糟, 大杂烩。 所以才有这么一趟, 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 谢谢, 我刚才您在讲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这样在想, 就是说, 就像刚才祷告的时候讲的, 就是说, 这个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呢? 创造的人又是干什么呢? 那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的自由选择呢? 你造的时候就不可以造的完美一点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里面就是圣经里面那些故事, 现在对应的来看, 就是说, 因为从最最早的夏娃亚当, 就开始犯罪了。 但是, 我们, 他最要紧, 最最创造人的目的就是, 就是要在天上, 就是那个天堂里面选择合适的人, 选择合适的天使。 所以他就给了人自由度, 你可以去做善人, 也可以去做恶人。 那么这个灵里面差别就很大很大, 然后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几十年, 上百年, 比如说你一个人最多活到一百多岁的话, 那给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自己来表现, 你自己为人处事, 就是怎么做, 然后你才可以有没有资格, 上到哪一层的天堂。 那么上帝实际上的目的, 最最终目的。 我们昨天我们的牧师还在提三个问题。 一个, 人从哪里来? 那么人的意义是什么? 那人死了以后到哪去? 这个三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普遍, 但是又非常深刻。 很少有人把它回答完全。 确实是这样。 谢谢广斌提醒。 谢谢, 谢谢。 谢谢小伊, 谢谢广斌。 那个, 另外我还有另一个思考啊。 就是说, 我们的人, 就我作为人啊,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啊。 我们被局限在这个肉体里面。 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神是无限的这个状态。 对吧? 对。 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就是说, 这种关系呢, 实际上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人是非常那个, 用英语叫wonderful, 啊, 应该是怎么说呢? 非常脆弱。 有弱点。 对, 脆弱。 脆弱的。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非常有限的。 这个神呢, 是无限的。 就是我们这种有限的这种, 啊, 条件下, 生存的这种, 这种, 嗯, 这种生命。 对于无限的东西去理解。 本身就是相当困难的。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非常的脆弱的。 你看那个, 就是创世纪一篇, 刚开始, 这个亚当夏娃, 他们吃了果子以后, 哎呀, 亚当就觉得自己是光的, 特别特别不好意思, 藏起来不愿意见上一遍。 他就是, 就是很wonderful, 就是非常脆弱的那种, 觉得好像很无助, 嗯, 就是, 其实我们人在这世界上, 实际上, 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种意念哈, 就是说, 和神比较啊, 我们有, 就是我刚, 就是, 嗯, 多少年前, 20多年前吧, 在这个, 在这个, 嗯, 摩尔本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这个, 那个, 因为刚开始是我们大学的那个, 就我, 我们当时的我的老板啊, 给我带到一个圣经学习小组去, 然后就开始就学圣经, 学学, 反正就慢慢就, 思想就转变了嘛, 就决心去教会, 去教会以后, 我记得, 我那个牧师, 跟我讲的, 一开始讲的, 我就印象特别深, 这说的什么呢? 说林, 就是说你来教会, 并不是说, 嗯, 这个教会是你追求的东西, 或者是, 这个牧师讲道是你追求的东西, 你要作为一个, 就是, 嗯, 神的, 就是子民哈, 就是说, 他都是用英语讲, 我现在想他那个, 中文怎么去翻译啊, 最最重要的, 是你和神之间, 你个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刚才就是, 广边也讲了这个, 我们要就是有自由选择, 这些东西哈, 但实际上就是主, 能够设计我们, 在这种有限的这种条件下, 让我们跟他这个无限的来产生关系, 通过这个关系呢, 让我们不见的, 逐渐的让我们得到这个这个重生, 嗯, 反正我是想,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做, 他就说, 你不要看这个, 你来这教堂, 并不是为了这个建筑物, 你来了也不是为了听这个, 这个牧师的讲道, 你来了是为了, 和神建立一种你的这个, 和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神和你自己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整个重生的过程, 神实际上, 让我们建立的是这种, 非常亲近的关系, 这样我们到这个天堂以后, 你才能够接受神, 就是说前几次学习, 咱们不是说吗, 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状态, 和神的状态是相差, 相当相当远, 是最远的, 就是我记得那个, 那个映牧师说, 我们离神是相当相当远的, 就是最远的这种, 这种condition, 但是我们能够, 通过重生的过程, 能够和神越来越接近, 我们的主越来越接近, 就是我们的灵和祂, 越来越接近,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外壳, 来挡住我们, 我们走过这个过程, 谢谢。 谢谢李, 讲得很深刻。 对, 而且我加上补一句, 就是只有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 我们这个肉体中的时候, 我们有自由选择, 有选择的自由, 一旦离开了, 我们就定了, 那个选择的自由就没有了。 广斌刚才这句话, 其实对我挺有起法, 我还没想, 想得没有太理顺。 但是就是说, 林刚才讲的, 正好我想可能引出, 我刚才想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之前, 我们学习到说, 这个上帝造物, 是把无限放在一个, 有限的容器里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肉身, 或者物质的这个世界, 肯定是有限的。 但是从灵的意义上讲, 我觉得是无限。 所以说这个, 有很多说法都是说, 这个我们信仰的话, 它是一种回归, 它是回到上帝的一个, 家园的过程。 所以, 那个刚才林讲的这个, 我觉得今天的课程, 正好能解决这个, 他说的这个问题。 就我们不应该自我设限, 就像那个,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 38年瘫痪的人一样。 就说, 不应该给自己设一个限制, 说I can't change。 首先是说, 你得有一个强大的信心, 这信仰应该可以提供我们一个信心, 说我肯定可以做到。 然后就是action, 然后就是, 至于能做到哪里? 这就是说, 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之前跟另外一个人讨论, 我说, 这个圣经讲不讲逻辑的? 他说这个圣经不讲逻辑的。 我说那不对, 我说圣经里面肯定也是讲逻辑的。 就是说, 圣经的这个, 最重要的呢, 不是说它的字面意思, 是它里面的这种逻辑, 就是它的思路, 它的逻辑就是一种方法, 就是说它是把什么东西看作是因, 什么是果, 或者说是把圣经怎么分类, 类似于这些, 这些我们思考的方法, 这个应该叫逻辑。 那么圣经里最主要传达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 所以说我的问题呢是, 我也希望能看到, 能帮我问问这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生活环境, 几乎都是不一样, 尤其是不同的文化背景, 像东方西方人, 像这种文化差异都是很大, 那么就像说这个相对理论里的讲解, 每个人他在生存的这个参照系,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就是一个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 其实是一致, 就是每个人就是说, 有些, 有很多东西是共性的, 人性里面有很多是共性的, 但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他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 我又没有说清楚。 所以呢, 就是说, 圣经里呢, 他可能最早是, 不知道是希伯来文, 还是后面可能有希腊文, 然后又变成德语, 变成英语, 然后又变成中文。 他有很多次的流转, 但就是说他的这些字面, 最终他仍然能够传递出来, 最开始的那种, 可能应该说是灵性的东西, 或者是, 因为我习惯了, 我就用逻辑来代替。 那么就是说, 不同人, 他应该是从圣经里面看出相同的逻辑, 是不是这样? 可以说, 我先问这样一个问题, 帮我问一下这个, 这个一页文字, 比如说, 你看,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圣经, 圣经是整个这个世界上出版最多的书籍, 那所有就是, 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在看, 那么, 他们通过圣经的这种字面译, 他他的语言的, 都同语言的这种字面译之后, 他从里面萃取出来的这个理解出来的逻辑, 应该是, 可能有略微有差异, 但是大致上应该是一致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我知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 那就好。 实际上, 我个人也是有这个想法, 实际上真理有唯一性, 圣经讲的是真理, 是神的这个道, 它是唯一性的, 但是, 因为, 实际上我们还是用无限有限来形容比较好, 就是说, 这个word是spirit, 就是说神的言语, 它是, 也是灵嘛, 对吧? 它是灵异, 所以它是, 是一个无限的状态。 嗯, 我明白了。 是吧? 所以呢, 他用有限的词语表达的时候, 可能会有误差, 或者说会有, 那是用有限的词语表达的时候, 关键是有限的人去理解这个有限的词语。 对, 这又加一层。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反正我个人读经的时候, 就是说, 先要就是, 进入这个, 就是说, 怎么呢? 进入状态, 实际上就是要祷告啊, 什么这些。 要预热。 对, 要预热, 要预热。 然后呢, 就是说, 而且很多不明白的事情, 都是真心的, 就是祷告, 就是神, 就是主拿圣灵来引导我去理解啊。 就是,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环境, 读这同一段言语, 那我得到的这个启发, 都会有所不同。 对, 就是, 上次我跟广平说, 每个人理解能力不一样, 所以我有些章节, 我就看着很顺畅, 但有些章节, 可能就, 就觉得很麻烦, 很电力, 对吧。 嗯, 也是这样, 都是一样, 我想, 是一样的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也是。 刚才, 这个, 这个亚哥说, 不同的人对字面意思的理解差别很大, 这个, 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显现, 不光是对于圣经, 对于这种, 这样的, 这个领域里, 或者这个方面的这些, 这些道理的领问, 在实际上, 所有的学问里面有不同的人, 他站在不同的角度, 他人, 他的理解的深度也不一样, 他自己的体会, 或者他自己的经历也都不一样, 所以他都能够理解到的, 这个, 这个深度啊, 或者广度啊, 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现象太普遍了。 所以, 所以我想, 这里信心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 你说信心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没有信心的话, 就像, 就像叶牧师提出来的, 那许许多多的人, 他不相信成绩, 那就是一堆乱七八糟, 胡言乱语嘛, 对不对? 没有信心的话, 就完全不认为了这些。 其实, 讲, 说到这儿的话, 那我对这个, 刚才这个诗篇的六十九的话, 又有更深一点的理解了, 就是说, 这个David, 他的, 大卫的话, 他, 在这种焦灼状态里面, 他, 能够坚持信心, 这是最关键, 这是, 我想这是这一段, 要传达的一个核心意义了, 或许。 嗯, 很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怎么样,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还没有, 没有提出来, 但是还是想要提的话, 你可以, 之后, 那个, 写下来, 写下来, 发到我们群里面, 马林就看到了。 然后, 那个, 另外, 那个, 咱们下周是不是讨论呢? 哦, 对, 下周是这个月的最后一次, 对, 下周我们不学新东西, 下周我们还是讨论, 我们就, 对, 现在, 就干嘛, 就这个机会, 本来我就想说了, 现在忘了, 幸亏马林我提醒了, 我们就是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圣经的灵异的问题, 一个是圣, 这个圣灵的问题, 哎, 这个, 希望大家, 就这些问题, 在这两个方面, 两个大方面, 提一些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 把它, 这个, 结合起来, 一块发给, 一幕, 让他帮我们, 解答一下, 好不好? 呃, 快一点, 应该快一点, 我们不要弄得到最后了, 才给他, 才给他, 那他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在那么匆匆忙忙洗, 好吧, 希望大家都, 都都把自己的问题, 想一想, 准备一下, 好不好, 谢谢, 好的, 好, 那个, 刘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 呃, 呃, 就是我们在, 那个, 其他佛门中是这样讲, 呃, 清清脆足, 无灰化身, 玉环花, 无灰泼落, 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自然界, 他就能够看到这个化身, 呃, 那我就想, 你, 我们是否在, 呃, 在现在, 我们比方说转面观面, 比方说我看天上的, 呃, 白云苍狗啊, 呃, 我就感受到这个道, 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是不是这种去感受, 呃, 我觉得有点好像, 好像真的能感受到, 你如果说,呃, 呃, 叫什么, 我对圣经不熟哈, 叫太起初,呃, 神与, 什么, 呃, 道与神同在啊, 什么什么, 对, 哎, 你,你真的就能感受到,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你就会感觉到,哎, 真的, 自然界就非常的美, 哎, 因为我会通常, 挺好, 有一次印路是还专门讲到的这个, 就是说, 啊, 其实这个刚才广斌也讲到, 上帝创造的一切, 哦, 对, 如果说上帝创造了我们, 那我们在这个自然界当中, 我们就应该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你要有这种感受才对, 应该是这样子吧, 是的, 是的, 哦, 是啊, 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状态差的太远了, 所以呢, 我们要进入状态才可以, 对, 每个人, 每个人的感受领悟都不一样, 这个原因呢, 既和自己的这个, 或者悟性有关, 你和自己所受到的教育, 所处的环境有关, 如果, 如果我们, 比如说, 史维登堡的这些, 这些, 这些道理, 我们从来要没听说过的话, 好像我们要靠自己去悟到, 圣经里面有灵异, 这就很, 很难, 所以, 所以, 如果上帝要, 要, 要, 要有他的话语来指引人呢, 不然的话, 大家就不知道上帝, 对, 对, 所以, 你那个, 我在那个雅各里面有看你, 你讲的课那个内容, 哎呀, 讲的真的好, 就是圣经的灵异之意,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想哈, 你看哈, 其他, 佛教他也讲, 啊, 清新翠竹, 无非花生, 玉环花, 无非泼落, 我相信你们如果应该也会知道, 就说你看, 这些和尚, 他们也感受到这个, 道存在, 但他们就不知道这个道, 是, 就是说, 是什么, 是上帝创造的, 就这点非常可惜, 其实这个也就是刚才, 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的这个, 一样的, 就是说, 我是说, 啊, 不同背景的人, 可能对有些东西的理解不一样, 但他因为, 就是说, 就像说这个, 因为水灯宝宝, 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参照系里面, 那么我们可能就重新看问题, 就像您刚才讲说这个佛家, 对佛家也是讲, 一切新造, 就是一切都是新造的, 所以说你说的那些, 看到的这些外相表象, 最终它都是归到内心里面去, 都是归到内心里的一种感觉, 这个是, 其实有些地方是一致, 就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逻辑上是通的, 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为这个, 就专门这个问题就是, 几千年下来, 就是, 到底我们以前, 就是以前我还提到过一个例子, 就是我老爸爸孔子说的, 和圣经说的很认真的对照起来, 那我爸就说, 孔子说的这个比, 这个圣经的还早几千年呢, 对吧,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当时讨论的有一点是, 大家就是像David说的逻辑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几千年下来以后, 人为的把很多东西都分化掉了, 所以你现在我们不可以说你信神, 是就是信神, 神是唯一的, 但是在很多这种信, 这种狐杀的人来说, 他也有他善良的心, 这些人上了天堂以后, 不一定到地狱去了, 因为他在一辈子, 他可能他就收的, 他所收到的信息, 就是说, 就是我们人是没办法了解, 到底这几千年是如何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是对其他教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说, 一概都把他们打倒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只有到了天上以后, 上帝才可以知道, 谢谢大家, 因为我刚才讲这个时候, 是我跟那个和尚出家事主谈, 然后旁边一个居士, 他也是那个对常会上学, 我们就讲这些东西, 但我现在读的是个史维登宝的, 哎,我就发现真能对上了, 哎呀,我就, 我就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也不知道, 哎呀,我还, 所以今天刚好这样问一下, 哎呀,你这个讲真的给我非常大的帮助, 我下次碰到这个师兄啊, 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啊, 哎,你这个是那个人提的, 我但是我也知道, 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给他解释, 我也不能解释, 然后你看我撞来撞去, 就撞到这边来, 下次看到他, 我就可以跟他解释了,哎, 是不是,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很多人的观念好, 他很执着, 他不会改, 他不会改, 他不会, 他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 他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自然界, 是道在运行, 但他不知道这个道, 是成了漏神, 什么, 什么风, 什么, 什么来到我们仁世间啊, 有什么恩典, 那我不大叔,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还有什么要, 问题要讲的吗? 请大家, 我再强调一句, 请大家, 啊, 就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圣灵的问题, 一个是圣灵的灵异的问题, 或者说, 灵性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 或者说, 我们的物质的肉体, 和我们的灵魂的关系问题, 大家想想, 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方文里面, 把你的问题提一下, 我们, 汇总起来, 发给你牧师啊, 尽快, 谢谢, 呃, 我突然想起, 想起一个问题啊, 呃, 呃, 我的问题是, 这个, 新教会这个, 跟新教会这个, 这个这个状态啊, 因为这个史公布说了吗, 关于这种神迹歧视了, 一并感慰这些事情, 它是属于一个, 末端, 对吧, 这个末端, 那这样的话, 呃, 持这种认识的, 比如说咱们新教会, 因为它就持这样认识了, 那就是, 是不是会导致一个结果, 这个神迹歧视, 或者说有这种异象啊, 异能啊, 异能啊, 这种, 这种功能, 在新教会的里面, 我说的新教会就是咱们这个, 澳大利亚啊, 或者说这个, 美国啊, 比较成熟一点的这种, 有形有体的这种新教会里面, 就, 就没有呢, 还是说也有, 问这个问题啊, 哦, 这个问题很好, 呃, 我, 我的感觉啊, 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也, 新教会的好像也有, 虽然我, 我说不出来具体是谁, 反正我知道, 好像新教会里面也有一个人, 在这些方面在, 在做一些他们的这个, 灵修也罢, 或者说在做一些实践性的, 呃, 尝试也罢, 有人在做这样的东西, 这个, 但是呢, 好像新教会并不强调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圣经上所讲的说, 就是你信了神以后, 信了这个, 这个上帝以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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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么毒, 也不会伤害, 拿手拿蛇, 也不会被咬, 这个里面是灵异, 而不是说的, 你要, 不能是按这个字面上来理解, 所以说, 那个新教会的人, 就不会, 完完全全按照字面上的意思, 好像, 你去, 过去曾经有过嘛, 前一段时间, 放给大家的那篇文章里面, 曾经有讲, 有, 有些教会的人就是, 好像觉得, 哎呀, 我现在, 我现在神了, 我现在, 尤其是我还向大家传道的, 我就很不怕, 我不怕蛇咬, 结果最后有人被蛇咬死了, 真是被蛇咬死了, 然后, 人们也不感到奇怪说, 那个人是, 那个信心不够, 嘿嘿, 你想想, 这个, 太, 太大的误解了, 所以, 我觉得不, 不一定他们会有, 呃, 就是, 新教会不在这方面强调, 虽然也有人去, 在做常识, 但是这不是新教会的信仰的一个, 好像重要的方面, 就我们把这个问题, 问我们一目视, 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对,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不强调嘛, 或者说这个, 就, 就会, 这个结果是, 因为他这个, 一个人他注意什么, 不注意什么, 会导致他这个, 一个倾向性嘛, 是吧, 或者说这拨人, 比如说这拨人, 他是比较, 像打篮球一样, 是吧, 有的人他就是, 四肢后卫的, 他成天搞后卫的工作, 他, 但这个比喻不太, 不太恰等啊, 就是说这个, 因为新教会的人, 他处于心脏位置嘛, 是吧, 心脏和肺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他, 就不像是, 有些这种处于手啊, 处于这种, 呃, 脚啊, 或者说甚至皮肤, 这种位置的人, 那这样的话, 他的工程决定了, 他, 他其实他不需要这个, 或者说他, 人没有安排他这个, 理应这个职责, 我有点倾向于这样理解这个事, 但是呢, 他有些人呢, 他是有这个职责的。 好啊, 你把这个, 把你这个想法, 稍微简单地写一下, 就发过来。 这个, 其实意象是从神来的, 对吧? 对。 意象是从神来的, 就是说, 每一个, 相信主的人, 嗯, 都有可能, 就是, 但是我觉得, 就是一个手机的问题, 就是这个, 有些教会, 嗯, 他是把这个事情搞反了, 他这个, 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解决一定的困难, 或者治愈一定的疾病, 嗯, 去求神, 实际上, 就是说那个音信称义, 我, 我老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圣经上讲的, 就是保罗讲的, 也没有, 是没有错的, 但是就是, 关键是人们不知道, 一, 什么是信, 第二, 信的是谁, 就是, 他们信的, 比如说, 他想象的, 信只是信心的, 是, 信心啊, 对谁有信心, 什么是信心, 对, 对这个, 呃, 对, 就是, 每个人对主, 他有一个自己的, 就是, 想法, 自己的这个, 你这, 你这, 等于是, 一种, 一种欲求, 这已经不是说, 不是正规的信仰, 他, 他就像, 就像求神拜佛一样, 他, 他有所求了, 这个就, 所以我, 我, 我这里, 我干脆插一句说, 我就刚才那位, 讲到和尚那位兄弟还在不在, 他没走, 就说, 在, 那我再给你追加两句, 就是说, 呃, 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禅宗的话, 就是他们, 对人的这个,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他们, 也有他们的长处, 呃, 这么说吧, 就是说, 人与人的沟通是这样的, 呃, 我呢, 在说话, 我说话呢, 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那么这些想法呢, 我的想法, 听在你们的耳朵里, 就变, 就变成你们的想法了, 他不再是我的想法, 嗯, OK, 你能听的话, 然后呢, 从你们这呢, 就听到, 听众的话, 听到以后, 变成他的想法之后, 引起他的想法, 他在表达, 说出他的想法, 但是他的话呢, 到我这之后, 就变成我的想法, 沟通, 沟通就是这样进行的, 实际上的沟通就是这样进行的, 这就是佛家的, 非常清醒的认识,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要劝你一句就是, 你不要有这种, 争强好胜的心理, 所以一定要看到, 变成什么, 清红造白, 不是这样的, 我们信仰是为了, 就像刚才, 马琳讲的, 我们的信仰, 最终是为了, 把我们, 里面的这个无限, 体现出来, 最终回过到上帝的无限, 连接起来, 能够, 最大限度的跟上帝连接, 就是我们, 信仰的目的, 是为了自己, 所以说, 我刚才说, 信就是信心, 最终信什么, 我们信上帝也好, 信这个圣灵也好, 信这个三位一体, 最终信是, 最关最核心的部分, 还是自己与上帝的沟通, 就是马琳刚才讲的是, 是最关键的关键, 就是说, 我们自己能够跟上帝, 能达到多大程度的沟通, 这是关键, 所以, 你去跟别人, 真好胜这些没有意义, 我们做的这些沟通的目的, 是为了增强自己的理解, 对, 我一般, 这个你放心, 我一般会跟别人, 这个我非常知道, 为什么, 我们能有一个那个, 我们有能, 其实这个里面, 常常讲的东西都非常好, 他就讲了, 能有一个事实吧, 食物的食, 是种食物, 我比方说, 我们有出唐时饮食, 还有接触, 但还有一个饮食, 就是意识食, 意识食, 就是我的意思, 要吃掉你的意思, 这个是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一个家长, 教育家, 就是洗脑吧, 上次有个, 对, 对, 非常关键, 但是, 我原来因为也是有这种的看法, 以为基督教, 就是这种意思很强, 他的意思要强加给你的意思, 但我现在就是读了史工, 我就感觉好像不对了, 一个是, 就是刚才讲一个无限, 一个是有限的, 一个是创造的, 一个是被创造的, 这点理清一下, 就很懂, 实际上, 实际上我感觉到很多东西真的非常的相似, 常宗他也不拜偶像嘛, 也不求神问卦等等, 也不求什么等等没有, 就是求自己的心, 就是求自己的心, 就是前面你讲, 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等等等等, 其实都非常像, 但他就是没有, 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个道的问题, 道是有能格化的, 是有爱的, 他是有能格的, 就这点, 我们一下不懂就, 然后很多, 比方说, 圣经里面有一些什么, 一些口气什么, 成华性的口气, 我们就不喜欢了, 但他实际上是有灵异的, 就这一块真的很关键, 这是我的看法, 刚刚老师提醒, 我也一定接受, 这个其实我在生活中就会磨练, 因为很多人的意识, 一直要加管加管, 我都会知道, 我们就好像也有的东西, 我们不能恨一个人嘛, 但我们可以远离一个人嘛, 是不是, 在生活中都会这样子, 对, 我觉得很好, 很好提醒一下, 对,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沟通很重要, 包括你刚才讲的这种, 你的语言, 传道部的语言, 包括我们这个, 意思的话, 我们说这一句话里面, 其实包含非常多的观念, 听的人可能, 未必是就是, 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啊, 学识背景啊, 你必定能够完完全全理解, 信心的沟通可能才是更重要吧, 所以, 所以我们大成活着要才会讲, 什么年华微笑啊, 什么等等, 你行行等等, 就是这种, 这我看法, 我必定对, 我也是有的时候比较爱好, 大家, 如果没有别的要讲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到这儿,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把你们的问题啊, 尽快的, 这个发到我们群里面就行了, 好的, 就是那个灵性, 什么, 灵性, 一个是圣灵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这个, 对对对, 就是那你, 你现在有两个群, 一个死工群, 一个是灵性群, 这个发到灵这个群里面, 不是死工学习, 做做学习这个群, 对吧? 不是那个群啦, 就发到我们的联系里面, 嗯,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简短的写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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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 晚安, 晚安, 好,